日前憑著立火頭和黑屎公公而爆紅的陳欣宜 就在電台節目公子會中接受三位主持的盤文 當中亦都說起暖內史 Shirley就說自己因為讀了九年的女校 所以在大學時期才開始情竇初開 當時自己亦都被一個憂鬱小生所吸引 為了親近她亦故意慢慢去抱 不過暖情最後都是沒有開花結果 隔了幾個月之後 Shirley亦都隨即喜歡了一個大學課程的導師 但她就跟主持說 以為有拖拍 但最後都沒有拍拖 原來因為拍拖期間什麼都做齊 有拖手、有石石、甚至見家長 但當她有一天問男朋友我們是否在拍拖 對方既然賴像不認數 還打了一篇長文解釋只是想繼續做朋友 不但第二段戀情才是真正的渣男 這一任的男朋友由IG和女神著手 之後兩個人慢慢由IG變成不友聊天 再變成情侶 但去到跟男朋友去完旅行回香港之後 男朋友竟然跟Shirley提出分手 因為有一天她的妹妹跟我說 哥哥今天帶了個女生上家 還穿上你的褲子 所以說這個才是真正的渣男 MING US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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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